大家周末好 欢迎回到猪猪健康生活节目 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分享一下 我在美国做肠道菌群检测的经历 我用的是这家公司 因为在美国有几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是我用的这个检测 那么这个检测呢 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跟大家过去的一段视频里都讲过 那我的结果出来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结果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样的检测能查什么东西 那说一说 我看到这检测报告以后 我觉得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大概的分享一下 同时呢 也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我得到这个报告的信息以后 我会把这些信息做 怎么样能够帮助我 进一步的改善我的肠道菌群 我的计划是什么 没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是Julie美国认证营养教练 我在美国洛杉矶呢 给大家带来海外最新的健康信息和营养知识 欢迎大家呢 订阅我的频道 由于今天的视频呢 会比较 内容比较多 比较详细吧 请大家先点赞 先收藏 那么没有关注的朋友呢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节目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去做这个肠道检测 因为我呢 就是前一段 我给大家说过 就是说我去看牙 因为需要做这个根管治疗 拔神经 再做牙套 我大概吃了一个月 四个星期的抗生素 自从那以后呢 我的肠道 就的确有很多 不舒服的地方 有便秘 有这个腹泻 然后呢 有腹胀 就特别 没吃什么东西 都特别的胀 还有呢 就是我有一次 甚至吐了 呕吐了 有几天 肠道特别不适 都吃不了东西 那么在此之前呢 去年的时候 我就做过一个肠镜和胃镜 也给大家拍了这集视频啊 就是我在美国 做肠镜胃镜的经验 那么当时最后的结果呢 也说我有这个肠 就是我的那个胃里头啊 有这个所谓慢性炎症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 都有慢性炎症 那么当时呢 我的症状也是有的时候 觉得肚子特别胀 所以呢 去年 当我见到这家公司 当时有一个promotion 就当时他就有一个 就是黑五的时候 有一个降价 于是我就买了 当时想 我去测测 看看我的肠道菌群 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我们还不知道 自己肠道 到底缺什么菌群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 就是一摸黑 就是只能说猜测 说我可能需要什么 一生菌胶囊 然后我去买 但是呢 不能够精准定位 我到底缺什么 所以我当时呢 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检测 能真正了解 我肠胃的问题 是不是对哪些食品 不难受啊 我的肠道里 是不是有肠泻 这样的现象 也就是leaky gut 或者是呢 我是不是 就是缺什么菌 所以呢 我有那些现象 那么我在这里声明呢 今天在这里讲的内容呢 完全是代表 我个人的意见 以及我个人建议分享 如果你有一些肠道 不是一些症状和疾病呢 请参考和咨询你的医生 今天的内容呢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屏幕 那这个是一个网站 就说当时呢 我是买了这个以后 他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寄到家里 然后呢 自己采样 采样以后再寄回去 采的样子是大便的样本 你就需要一点点 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一个试管里寄回去 回去以后呢 他经过大概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吧 就会给你在你的网站上 在你的 你在他的网站上 注册一个账号 他就会告诉你 大家看 Welcome back 朱利江 朱利江我的名字 我的邮件在这 然后呢 给我一个总体的 我的肠道菌群的得分 是75分 因为当时同时呢 我也让我姐姐去测了一下 他的得分呢 比我稍微高一点 但也没有到80分 那我们看一下 他到底说我是什么情况 他呢 这家公司呢 会给你推荐一个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情况来 补的医生菌胶囊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底下呢 就会告诉你的 这个你的 这个肠道菌群的 里头这个微生物的水平 大家看下 30%是好的 那这个 粉色的是 Nitwork 就是我还需要改善的 那他说了 说我缺所有这些 这些菌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里头呢 就可以告诉你 你到底是缺什么样的菌种 和菌群 我们看下 第一个就是Archimansia Archimansia就是现在的 明星菌群 叫AKK菌 我在上一期视频 就是如何选择 医生菌胶囊 给大家提到过这个菌 是04年才发现的菌 而且这个 是所谓的 叫新一代医生菌 但是这个 我非常惨 这个非常惨 他说我现在体内的水平 是0.008 0.008 也就是说我体内 所有的菌群里头 只有0.008 是Archimansia AKK菌 那么正常人呢 体内一般来说 平均值是1.8% 那就说这个差的太远了 那这个好处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Learn more 我们可以到这里头 学习更多的信息 这个它会告诉你 这个菌 在你体内目前的状态 然后这个菌是干什么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AKK菌 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么可以看 它可以帮助减肥 这也是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呢 曾经减肥了30磅体重 那么我是一个不容易减肥的人 我是靠吃低碳饮食和生酮饮食 减下来的 改善了我的胰岛素抵抗 但是我为什么胰岛素抵抗呢 最终原因 刚开始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我 一开始就缺这个AKK菌 那么还有呢 可以就是减轻糖尿病的 这个风险 因为有科研研究显示呢 就是说很多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患者体内呢 都缺AKK菌 这个还有呢 就是减轻体内的炎症 减轻得这个大肠癌的风险 提高免疫力 然后还有就是减轻 这个肠瘀的症状 Leaky gut Leaky gut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那个小肠壁裂开了 这样那个脏物质会进入到 我们的血液里头 造成炎症 所以它这是可以封住 这个小肠壁的 这个同时还可以改善代谢 那这个网站 同时它现在还告诉我 就吃什么样的食品 可以改善这个AKK菌 提到了吃石榴 苹果皮 我说的是皮啊 不是苹果 还有就是蔓延煤 那现在我已经把我原来做的 那个蔓延煤的生铜欧包 又开始吃起来了 因为这里有 我做的这个蔓延煤果酱 是拿代糖做的 还有这个欧包是生铜版的 所以不生血糖 好了这只是一个菌啊 我一共缺 我有好几个菌群 都需要重新改善 那么AKK菌 是其中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 希望我的说法是对的 这个我也少很多 它正常人是2.128% 我是0.029 我们再看 那它也标出了好菌 就这个菌 这个菌 我是在健康 这个绿色是好的 而且是远远超出于健康水平 健康水平25% 我是52% 那么下面还有就是 Bifidobacterium 就是双链杆菌 还有就是 我这是缺的 这是也是 但是没有这AKK谱 那么缺 那么离谱 下面这个正常 然后这又有开始缺的 然后其中包括 比较常见这个乳酸杆菌也缺 所以呢 我大概有9个菌群 我需要去改善 那么还有一个第11呢 它给你说了一个 就是人体的坏菌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人体中有好菌坏菌 和中性菌 那么这个坏菌 但是这个坏菌 现在还是在健康范围 没有超出它的这个正常值 所以呢 我不会去管这个 那么 我们知道 当你体内好菌多的时候 坏菌就会少 就像一个江湖一样 好人多了 坏人就不能够猖狂的做 就是一个健康的江湖呢 就是好人多 坏人少 就坏人不能妄议所为 因为好人在制止 在控制着这些坏人 同样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态里头 就人体的这个肠胃菌群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主页呢 它给我 就是建议了很多食品 这个网站 就这个项目的好处 就它真的可以给你建议好多食品 我们看一下 它给我建议了200多种食品 并且告诉我去避免哪些食品 那么通过这个呢 比如说我想 就是特殊定义 补充AKK菌 它在上面就可以找到 它甚至可以分 就是不同的饮食方式 比如我们可以看啊 你可以是 比如说吃素的 你可以是吃这个 这个抗炎饮食 你可以吃生酮饮食 你可以吃原食人饮食 那我们就选个生酮饮食吧 好在生酮饮食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这些食品都是 生酮的朋友可以吃的 那其中包括 这个菊粉 这个是这个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这叫什么Jerusalem Artichoke 耶路撒冷朝鲜剂 这是一种特别好的益生园 蒜 芦笋 芹菜 还有很多很多蔬菜 然后又给你说了很多水果 比如这个plantene 是这个芭蕉 是青芭蕉 它也是一种益生园 大家如果不了解 什么是益生园和益生菌的区别 可以看我这集视频 那么这个奇异果 牛油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哪些食品是不能吃的 哪些食品不能吃 其中包括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 这种瓜类啊 橄榄 然后这些红肉 动物内脏 这些其实我本来也不吃 它不让我吃鸡蛋蛋白和蛋黄 这是我比较爱吃的 还有鸡肉 因为它所谓的不让你吃呢 就是说你吃这些食品 吃多了以后 会防止你体内吸收某某菌群 其中不让我喝牛奶和羊奶 这两个我本来也不喝 好了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它会 就是这个网站 你做了这个项目以后 它会告诉你 给你分析 你可以根据它的建议 去吃什么和不吃什么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说它这个网站 给你提供了一些 你可能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很累 你可能就是 你的这个皮肤上容易 有这个inflammation 也就是炎症 我前一段这个手上 中间的确是有一些 痒的症状 还有就是bloating bloating就是肚子胀 这也的确是我 还有就是容易长胖 我就是一个容易长胖的人 为什么我一直都还在坚持 生酮饮食和低碳饮食 那么它会 也会非常详细地告诉你 某一个症状跟某一个菌 是相关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人经常喜欢这个 比如说 喜欢担心 就是这个心情比较不愉快 老喜欢担心 是你可能缺这个 所谓的双链感觉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对这个 肤质 我对肤质其实呢 是得分才60分 60分算刚刚及格 它不能算 它虽然写good 但是跟那个不这么好 也差不多 所以由于我自从 低碳饮食和生酮饮食以后 就是基本上 做的都是这个 无肤质饮食 那么我们看一下 Lactose intolerance 就是对这个乳糖 还可以啊 这个excellent 就是说其实我对乳糖的 耐受度 要好过于对这个 肤质的耐受度 那么还有 它还给告诉你 就是对这个代糖 那所谓代糖 可以可能是这个 阿斯巴田 因为我们知道 阿斯巴田这样的代糖 其实对肠胃菌群 是有损害的 它这上面说71 就还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 它这有一个 值得在说的呢 就是 这个维生素的吸收率 就是你这个人 能不能吸收 你所吃的食品中的营养 其中包括维生素 是其实跟你的肠道菌群 有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维生素K和维生素B的吸收 呢是80% 还可以 Excellent 维生素K2的吸收80 维生素B12的吸收40 Pore 红的 非常糟糕 因为我知道我的 我每年测体检都测 维生素B12 是水平属于中等 那么我姐姐呢 她的检测出来 结果也是Pore 有可能我们是家里遗传 但是我们都需要打B12的针 我每年都会去打一次B12的针 我去年年底刚刚打过 能够补充我的B12的水平 因为我知道 我吃进去的B12不能吸收 虽然我不是吃素 但是我还是不能吸收B12 所以朋友们 大家要注意一下 每年体检查一下自己B12的水平 那她还讲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 这个心脏 你的心脏的这个健康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肠道菌群跟心血管健康也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血管健康 我是80 很好 但是我姐姐的就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High LDL cholesterol 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菌群 能否代谢高的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这也还可以 就是说 如果我低密度脂蛋白有点高 我不会特别担心 还有就是这个 甘油三脂水平 0 看来这个菌 是我真的需要补充的了 那么她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 那就是这个 Autoimmunity Autoimmunity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 得这个自身免疫力疾病 那么自身免疫力疾病 跟肠道菌群非常有关 所以她这里提到了 Celia disease 就是所谓的这个乳迷泻 其实就是这个生酮饮食 最开始发明 原因就是针对这个 这个呢 就是针对肤质 是绝对的不能长寿的 这57分 就不是很好 不是很糟 RA呢 是 这个RA是类风湿关节炎 哎呦 40 我要小心啊 想要预防类风湿 关节炎 因为我的 有的时候 我的这个左腿气概 是的确是有痕 还有呢 再我们先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牛皮选 还有就是 或者叫营销病 营销病 或者营销病 关节炎 50 那我们一看 相关的菌群 OK 这个信息量太大 我就不跟大家 一一分享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有了这些信息 我来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看一下 就是我要提高了 这些菌群呢 我一定要去提高 那么 呃 他其中提到了 这个双链杆菌 也就是B族菌 菌 B族这个菌种 还有就是 呃 乳酸杆菌 这个呢 是我目前在吃的 就是上期视频 给大家提到 这个Renew Life 女性和 女性这个益生菌里头 其实就已经有了 所以我先会把这瓶呢 把它吃完 就是可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把它吃完 与此同时呢 当然我会大量的补充 这个益生菌丰富的食品 包括酸奶啊 包括泡菜啊 那么同时呢 会这个 吃益生菌 喜欢的益生原食品 那么我会根据这个 网站中所建议的食品呢 根据它去吃 然后在这个一个月以后呢 我发现目前 所有我需要补充 这些菌群里头 最重要的还是AKK菌 因为我差的太多了 我那个基本上是零 呃 所以呢 AKK菌呢 一个呢 是我要吃更多的 比如AKK菌 喜欢的食品 包括苹果皮 包括这个石榴 包括这个 呃 蔓越莓 那么还有呢 就是多分 多分类的 其中包括橄榄油 黑巧克力 那么也有研究显示呢 生酮饮食呢 可以帮助大家提高 体内AKK菌 那么我呢 平时呢 就是在循环 生酮饮食和低碳饮食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应该不难 那么在我吃完这瓶以后呢 我打算去买这个 Pantolin的 Archomancia的 这个 益生菌胶囊 它虽然很贵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呢 应该是需要的 那么有意思的是呢 我姐姐的检测显示 她并不需要AKK菌 而我姐姐是一辈子都瘦 永远都是 愁着怎么样去长胖的一个人 所以看来啊 AKK菌跟肥胖 是有关系的 那么AKK菌呢 我会 希望能够补充三个月吧 即使它贵 我觉得也值 那么剩下的时间 希望六个月以后呢 我再去重新检测一下 这个肠道菌群 那么如果朋友们 你如果你是在美国呢 你也可以去做 这个肠道菌群 那么这个网站呢 说如果你refer a friend 就是介绍一个朋友呢 你的朋友可以获取20% 这个检测呢 现在呢 在网上是99美元 在他的网站上 那么20%以后呢 大概80美元 那么我会把这个链接 放在我们YouTube节目下方 大家可以去购买 如果说购买以后 你做完检查 你有这个 得到了这个结果 如果你需要来咨询 让我来帮助你 考虑怎么样饮食呢 也可以呢 联系我 那么如果你不在美国呢 你不一定能够做这个检测 但你可以在你的本国 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检测 因为 那这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就是做这个肠道菌群检测 但是我知道在美国呢 比较多 有几家 在其他国家有没有 这个要取决于你国家情况 如果你想把样本 寄到美国来做这个检测的话 你要去查一下 你本国的邮局啊 或者快递 可不可以寄这个大便样本 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寄 我也希望大家呢 通过我的视频呢 可以了解肠道菌群的健康 因为它对我们 它是我们健康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人类代谢的一部分 肠道菌群 是一个新的科学 那它的检测 也是一个新的科学 但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的趋势 我们的未来的趋势 就是要看个体化的营养 吸收 那由于我们每个人 体内肠道菌群不一样 我们对 其实我们都吃了 比如说维生素B胶囊 但是我们吸收会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我们的未来呢 就营养学的未来 其实应该是个性化的 应该是精准定位 每个人营养需求 那么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 欢迎点赞转发收藏 我是朱莉 美国认证营养教练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